江苏上海昆山目前出现一个反常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开始分批离开了 这种现象真的是来得太快了 很多人都还没有准备好 今年呢是彻底放开的第一年 各行各业已迎来了复苏 但是随着来的就是竞争力越来越大 这两天呢不是大家看到新闻没有 就是各大银行呢宣布降息了 再次降低存款利息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希望大家呢不要把钱呢存在银行 而是用于别的投资 买房买车消费也好 就是不希望你存起来 这种原因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经过商量的口罩 大家可以看到街上面确实是越来越热了 彻底放开之后从刚开始的不敢出门 全部人都扬了一遍 到后来大家都适应了 到现在新新冠病毒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好像从来就没来过一样 大家都开始紧螺密鼓的开始开店的开店 做生意的做生意 以前的很多上班的一些打工族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街头啊 然后有的摆地摊的 有的开始拿店铺做生意的 以前这个时候啊 在那个江苏昆山上海 江浙户广东广州深圳这一块惠州 东广这些工厂里面 那时候的工资啊 可谓是水转长高啊 从这边的工厂挖人过去 外调过去 都是要给派遣费的 现在呀可不一样了 现在呀劳务中介都募圈了 以前呢是工厂给他们劳务报酬 现在呀是工人 花钱找劳务公司 帮他们找工作 这方向完全反了呀 以前是工厂愁着找不到人 现在是劳务中介愁着找到人 没工厂去接收 反正就是非常的仿长吧 工资呢去年有七八千 今年的这个时候啊 工资可能就只有三五千 扣除那个五险 社保 那哪一道的手段的钱呢 就非常少了 所以这种现象呢 真的是太仿常了 主要还是因为 人们的需求变成了变化 懂得开源节流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街道上面 虽然人还是挺多的 但待着消费能力确实变小了 不愿意再大走大脚的花钱了 而是把钱都存下了 我今年就有好几个朋友啊 以前呢 每次出来呢 问他最近怎么样 他说每个月钱都花光了 根本存不住啊 根本存不住钱 后来经过打听了解才知道啊 原来呀 他们的钱呢 呃 现在呢 都可以垂钱了 主要还是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变少了 工厂的订单变少了 所以呢 很多人分批离开广东广州 深圳惠州啊 这地方回到自己县城 或者回到自己的主的省惠城市 感觉这种消费能力啊 更低一点 然后呢 回家也更方便点 这是他们的选择吧 好